以巴战争的升温 现在国际之间高度关心的是 台海会不会危机也升温 刚刚程老师提到了 因为中国经济不好 所以必须要转移焦点 程老师今天又传出碧桂园 碧桂园之前4.8亿台币的利息付不出来了 倒数计时今天晚上为止 如果付不出来 有一些交叉违约 全世界其他的都会引爆 到底中国经济有多差 这个我们先从大的方向来看的话 中国他们自己做过估算 经济的增长如果没有维持5%的话 他马上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看 就是这一个礼拜 国际货币跟世界银行开年会的时候 纷纷提出来新的修正 来看一下他的经济成长的想法 本来中国的想法是说 我至少是5%上下 现在呢原来他在几个季之前 两季一季两季之前的估算 也都还好 现在全部向下修 修到这边也就是说 可能是在4.4到4.5到4.6之间 换句话说 本来就会低于中国他原来官方的数字 可是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数字一定是过度乐观 为什么是过度乐观 因为这里面都有中共的影响力在 他们那个报告的内容里面的文字系数 比较实在 4点多还过度乐观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数字不能太难看 因为为了要通过他们的董事会 可是呢里面讲是中国什么什么问题 这才是重点 所以目前看的话 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等一下很简单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做个说明 比如说啦 现在中国的面停的一个问题 很明显 他现在是在通缩 那你可以看嘛 因为他的CPI的一个数字是怎么样 这个零我看 应该是还是有一点点 那个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那这个PPI是这个 我们讲生产的价格 他是出厂的价格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 如果我今天的工厂出厂的价格 已经下跌2.5 这数字还不知道是不是正不正确 那变成是说 中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以量取胜 他事实上是很薄利 当他的这个数字是 叫做赔钱卖 他基本上是赔钱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想想看 老百姓说没关系 物价是零啊 没有动 不是 当这个工厂 他没有办法获利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开始裁员 或甚至把他生产线停掉 或工厂关掉 所以接下来引发的问题就会很大 主要是这样子来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他中国就是说 为什么办呢 你看一下 他现在要怎么样灌水 怎么要灌水 因为他们经济正常是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 一个是零售的部分 一个是出口的部分 然后你去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不动产的销售 是一个不动产 我们就知道说 目前是奄奄一席 那么今天当然是除了这个 币桂岩之外还传出万科也要出事 其实我的手上的数字是有十几家 陆陆续续到明年底之前 这是高峰期 他们美元债的到期比较难处理 所以万科也要出事 也有可能 那在国内人民币债 他们可以自己去瞧 但是如果是美元债 你不能跟外资瞧 所以会一个一个弄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出口的部分 也是这样 等一下讲得更清楚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奇迹 其实是出口带来的 因为外资进去带出口 现在外资都撤退了 单子不给你了 你不出口你怎么办 那你说消费 目前消费事实上 看起来有点起色 有点缓了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 很多因素在是说 老百姓民生必需 他一定要消费 可是他是除息率增加了 但是他买房子的经验减少 所以我们如果再来看的话 他们的目前整个市场里面 你看不动产的投资 然后固定的投资 是属于包括政府的 这个铁路公路基础建设投资 然后消费者的信心 你就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都在这底下来 所以你可以理解一下 是说目前他如果要带动GDP的话 他去做数字 不动产基本上是没得玩 所以他一定要做固定投资 要做什么 做政府部门 包括国营企业的房地产 跟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都知道 贵州基本上已经破产 他还在说我盖高铁 那有些的省呢 基本上你没钱呢 他说我要盖地铁 所以这只是为了做数字 为了做数字 就像他们盖那个大楼一样 对不对 你不要管我 有没有人住啊 我盖了之后 我GDP就反映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面子工程 他为了要达到上面交代的5% 他必须要做 我们来看下一页 跟大家带一下 所以你看 大家这么久以来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中国房地产 占他的经济的这个比重 大概2成5到3成5之间 这么重的一个比重 如果他不行 基本上是拓略他 所以我们看 那个彭博 他对那个机构投资做调查 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风险 就是房地产这个危机 这边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有没有可能会有台海的战争 地缘战争 就是台海战争或南海 然后呢 目前大概是通缩 那目前资本外流 所以你就看 加总起来 当然人民币的外流 所以这每一个实际上 都是交互的影响 那效果就变得很明显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说从这个里面去看 先讲不动产的话 你看开发商的指数 这一些时间以来 是怎么下来的 中国现在要买房子 当这个改了政策 机翼政策之后 少数人在一线程 是有买的 那数字有 可是那一线程增加的话 就代表二三线程的减少 所以基本上 对他的贡献度是有限的 我们来看的话 这个危机可能要继续持续 而且他这次 为了要灌水分 他做一件事情 各位 他官方的数字的赤字 是我们举止社这一块 赤字 然后他让地方政府 做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他要发一个专项债 这专项债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 专项债发行了之后 你看看 这个从二三年来看 专项债发行的金额 比他的目前赤字还高 换句话说 实际上的赤字是两倍以上 所以这个里面 还有一点没有出来 他来了一个中央政府的专项债 就是专门在帮助地方政府 金额非常的庞大 所以他这个债务的这种泡沫 越催越大 很难去解决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如果是固定基础的建设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继续维持在高位 高水平 这个就是如果他 对你不做的话 那个数字可能有5%吗 不可能嘛 搞不好坦白讲 我们就是说 保守一点就2% 3% 这个很了不起 有人说是0% 可是如果你在看他目前的部分 实际上房地产没有了嘛 那这个是他的火车头 所以他的状况是真的不好 你今天在大陆在开 这个一带一路的十周年会议 看你要寄出什么样的方案来 可是对外面的人来看 就是中国你现在是缺钱了 你其实本上是这个 我们讲资产的泡沫破灭 我们来看下一页 来看一下几个基本的数字 因为这个为什么 这个进出口很重要 他的经济就是靠进出口 那因为外资撤退了之后 不只带走工作机会 他也带走出口订单 那所以你看起来 出口的部分事实上下滑 虽然这两个月看起来 有稍微改善 但是还是minus六点几 那这个东西 如果只看出口 还没有不注意看未来 看未来要看哪里 看进口 因为中国是进口 盐物料零组件 包括人盐 组装生产之后出口 结果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发现他过去 这段时间里面的这种进口 其实基本上也是minus 除了这个今年开放的时间 短暂的反弹之外 基本上都是负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基本上第四季的出口不可能好 因为你进口不好 会反映到未来的出口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所以第四季也不乐观 第四季出口一定不乐观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还要强调他 如果这种情况就刚刚讲 那个属于那个通缩的部分 你看他食品 连食品的价格 包括猪肉 你都要看看 当你吃的是最基本的东西 连吃的价格都一直下来 minus 1.7 一直到现在minus 3.2 那老百姓在干什么 老百姓就说 我连吃我都要很省 那你为了要卖 中国的市场就是这样 你一定是要卖出去 因为他们没有习惯 像我们说有多大的这种流动性的准备 他们没有 就是要这样玻利多销 然后再看 我刚刚讲到那个PPI 就是说出厂价格 你就看 连续12个月 一整年 基本上这些人 我今天如果说 我今天出厂的价格跌下来 一个月 好了 对 两个月 下一季更好 我们台湾也常常讲 下一季会更好 或明年会更好 现在是一整年都不好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理解一下说 他的中小企业 因为这个生产者价格 很多是在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应该是非常的凄惨 应该是倒了很多 失业率应该也很高 如果第四季不容乐观的话 怎么牵动 比如说外资出走了 人民币你怎么预估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资金的外逃 包括外人直接投资的外逃 包括我们讲 Portfolio Investment 就股会式投资 赞式投资 都在外逃 所以人民币就会一直的跌 那其实这已经跌到 十几年来 第一点我们这样看 目前已经是到这个七点 多少的这个数字 应该是七点三左右 那目前就是说 人民银行尽他的潜力 包括他要他的国有行 把他的美金资产放出来 甚至自己也用外汇储备去介入 可是这个有点难度 为什么难度是高的 因为呢 你现在不断有雷要爆 也就是说 好了 你前面是讲恒大 好了恒大我们现在知道 他大概就是挂挂奄奄一息 接下来是碧桂岩 接下来是万科 可是你还有别人啊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他那个不动产的那个雷啊 一直一直一个一个爆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市场来讲就信心不足 尤其是年底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可能再爆一个 比如说万科如果也爆了 因为万科原来不在里面 你他爆了之后 他影响是什么 这种情况之下 你目前怎么样去守到这个七点三 本来是也许是你的防线 是守不住的 不过我之前也讲过 因为人民银行手上外汇准备 还是很多 他目前也很明显在卖 他所持有的美国债件 来支撑他的汇率 所以他一定如何 一定要在七点四要守住 是 为什么要守七点四 因为七点四就很接近 七点五的那个重要关卡 七点五一过了之后 港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 就没有信心了 就动摇 那等于是说你离岸人民币的操作 都在香港 那个可能会受到重大的挫折 所以我们目前看 他应该 我想潘空胜如果想留住 人行行长的位置的话 他无论如何一定要 紧咬七点四不让他破 那包括目前限制你的买汇 限制出口 他里面很多东西 甚至是直接的行政指导 用窗口指导 就叫你不要卖 无论如何这样做 所以我们很担心 如果说最严重的情况的话 就是外汇管制 那么这个当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 那因此呢 目前你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大家是看扁他的未来 尤其他的经济又不好 又有可能地银正日 所以目前没有人会认为说 七点三守得住 但是呢 也不是说要让你悲观到七点八 因为七点八我刚刚讲 港币兑美元的那个就死定了 所以我们目前还要持续关注 他到底未来有没有更多的方法出来 所以我刚刚提到 他目前唯一能够做 就是中央政府继续举债 继续拿钱去给地方政府 继续把它撑住 可是那个雷还是在爆 那整体来讲包袱很重 所以他变成是说 很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讲说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会日本化 失落了三十年 或者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名词是说 他会不会像是朝鲜 或者是前苏维埃 那苏联怎么瓦解了 他目前就变成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了解了清楚 好谢谢陈老师 请先回座这两堂课太宝贵了 从最近的尾巴充逐 到国际之间怎么关注 到底台海的危机会不会升高 重点在于中国大陆经济真的不好 所以接下来投资上 大家有一个心理有一个底了 不过说到了投资 今天压轴好戏交给领终了 因为最近这第二季第三季 资金慢慢的有转向 所谓的新兴亚洲 怎么定义新兴亚洲 这其中包括了印度 包括了马来西亚 包括了泰国等等 还有越南 哪一些的投资机会 怎么卡位 休息一下 压轴好戏交给领终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春天的淘�进 天伙